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也是跟大家讲讲疫情的最新情况 第五波的疫情一直都未停过 但据卫生署昨天公布的数字 显示新增的确诊个案是31,000多宗 当中有7,000宗左右 是经快速测试阳性个案 比前日的5万8宗应该看得到 它有大幅的回落迹象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嘉荣 就这样认为 他就说这波疫情似乎已经见顶了 亦有回落迹象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这个观点跟港大的想法一样 港大研究认为 疫情已经是初步受控 预计去到4月23日 即是6个星期后 由今天起算 新增的确诊个案 可能会由5位数字去到1,000宗以下 是不是呢 大家起码多熬6个星期 大家都是继续小心 都是那句 香港人在一片混乱之中 迎接了第五波的疫情 熬了这么久 终于好像见到疑似曙光 是近期少有的好消息 不过我觉得另一个好消息 就是大家可以剪头发 当然看着每日2、3万宗的确诊个案 我们都还未笑得出 似乎都一直要顶下去 但大家见到 顶住是会有回报的 没有回报你都要顶住 说真那句 我们的目光被好消息吸引 但也不要忘记 政府在抗疫工作 依然有不少脱漏 需要继续尽快改善 立法会和预防及控制疾病 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 昨天就举行了一个视像的会议 其实看完我也有点惊吓 立法会议员江玉宽 其实他就提到一些 从市民收集回来的过案 内容真的相当客人 我们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等政府真的要避免 它会继续发生 立法会议员江玉宽Doreen 他就有讲到 有长者在阿博隔离的时候 竟然是22日 22日 没有冲过梁 和没有落过地下 没有落过地下 意思是他一直睡在床上 本来可以是几天前出院 但因为没有老人院去跟进 所以就出不了院 另外他也收到一些家人 和长者失去了联络 甚至有不少家人 因为长者住在安老院 就被送到隔离中心 以为完全没有消息 而以为长者已经不在了 你是不是担心了一场 Doreen也提到 对政府提出一个很谦卑的要求 就是希望局方可以还长者一个专业 曾经记不记得有韩国女星被人踢爆 就说试过她在家里 整个星期都没有洗澡 当时大家的反应就是 哇那么夸张 说笑就是这么骯髒 谁不知竟然是发生在香港 有长者可以足足22日 没有洗澡 没有下床 大家想不到 其实原来是政府一手一脚造成的 隔离人士不是去了荒岛求生 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他们只是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 开辟了一个隔离营 里面住了一会儿 怎料她竟然会遭受到第三世界的待遇 其实真的太过分 但当然我是很明白的 这个不是政府的初心 也不是他们的原意 不过大家都是要问一句 就是大家疫情两年多了 很多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 是发生了两年多 你说你危机意识不够的 明白的 但是是不是下下都要 就是越揭越夸张 就是才肯突然之间去继续做呢 就是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有中央派专家 来香港突然之间 这些事情才急速地做到呢 就是政府真的不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是阿博还是方舱 港府营运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就是你想想当国家是用尽这个 应急标准 极速地建了一个方舱医院出来 但是中央帮到你尽 你都要港府懂得执生才可以的 你要搞好营运细节 如果不是受苦的 就是我们这些星斗市民 警方在社交媒体发帖 就提到去观塘顺天村协助处理 围风强检 原因就是因为大厦里面 有一些情阳性的居民 就在当局发出隔离令之后 就不肯遵从指示 就去社区隔离设施 最后就要劳动到警方 就将两名的相关居民 就带走去隔离的 虽然警方就没有提到这两个人 为什么不肯入隔离营的原因 但是我们想心一层 你想想当社会各界 看到隔离营有这么多脱流 就是自然抗拒入住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新冠疫情一开始有的时候 那时候是将紧密接触者 是需要进入一些隔离措施去隔离的 那开始就有这个晋阳村 接着后来就有竹膏弯的 那你说你搞了两年多 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惊吓 就是说是否报 你有一个平台 是应该你如果自己 检测了是阳性的 你应该要报给政府 让政府真的实际 知道一个近一点的数字 其实香港是多少确诊者 究竟是在上还是在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一间你又说家居隔离 但是你报了之后 你就一定是会 抓你进去隔离营的 但是进去隔离营 其实不要误会 大家不是觉得去staycation 不是说要享受 但是很多大家听回 有时候真的 我们不是要批评 而是想说多些出来 就是希望市民不要那么害怕 政府一方面就想市民 拍眼当乖乖地进去 但是又不处理好隔离营的问题 很容易就令市民 真的很多怨言 你看到现在其实 无论是媒体 媒体 政府的混乱程度去到哪里 大家是否想政府做得不好 不是 大家说出来 是因为想政府快点正视这个问题 去处理好它 你想想 政府发放这些抗疫资讯 这么混乱 我们说了很多次 真的忍不住 是要继续说的 最新例子 又是关于强檢的事 政府刚刚才被人批评 对于强檢一时一样 原本又说要出力搞 接着特首改口风又说 不是优先的工作 接着又说仍然在规划 不知道是不是3月做 有媒体有收到料 就说科学员行政总裁 王克强昨天 和员工发出了内部电邮 说明已经被征召 需要参与强檢 包括提供一些人手去协助 营运检测中心 为期一共9天 有提到可能是3月底 就开始展开相关的工作 另外媒体报道 推行强檢教育局 亦都会负责 以官立学校为强檢中心的工作 全港的官校教职员 都会被征召参与 预计每一个礼拜 最多要当间5天 每天分两间 每间8小时 据一些教育界的朋友说 他们应该会负责 採养以外的所有工作 政府经常说抗疫是打仗 但负责打仗的市民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只是说强檢 檢不檢呢 何时檢呢 3月檢还是4月檢呢 一时一样 还没有决定 那你叫别人怎么打仗 你都要准备 你的心态都要准备 对不对 南偉做定准备迎接强檢的市民 真是不知道想怎样 大中小企都很灰 因为做不到应变措施 政府是三军统税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市民才有方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今天星期五 大家继续平平安安 少少心心 谨慎去抗疫一下大家 好 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一和大家见面 拜拜